馬光明最近成為娛樂新聞的風頭人物 試完唐詩詠和網絡作家神詩銘傳出緋聞之後 一直都被受大家關注 但是 Samuel近日在網絡上留言指 唐詩詠心中出現了另一位男主角 雖然那個男人殺熟狗頭那樣 但似乎對他真的好 似乎影射唐詠認識了第三者 網民紛紛猜測是否馬明 更傳出詩詠已經懷刑的消息 近日馬國明在接受其他傳媒訪問的時候 只希望大家不要把他和聖神那個人拉上關係 更指他們鐵馬家族雖然有聚會 但從來都不會過問感情事 而他自己也很少理匪聞 但這次實在傳得太過離譜 更加影響自己的人格 馬明更加表示 自己不知道唐詩詠和陳詩銘兩個人的關係 而且也不認識南方 所以沒有傳聞所說 用粗口去罵他 不希望大家說他是第三者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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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